欸芬多琪我问你喔 芬多琪你怎么看待财富呢 你所说的财富其实是一种 内在跟外在同等同等的丰盛 因为如果只有外在 或是只有内在的丰盛的话 我不会认为它是所谓的财富 那个财富它应该要是于内于外 你在身心灵的每一个面向 都感觉到非常富饶 而且当你需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都有能力可以去做 那其实也就是你的财富 你的丰盛 那为什么我们会不断追求金钱的财富 那是因为财富其实跟自我价值很有关联 很多人常常觉得钱不够 其实是因为你不觉得你值得拥有 而大部分人尤其在现在 这一个资讯焦虑的时代 很多人每一天都在跟别人做比较 做比拼做竞争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常常会我以前我可能只是跟 例如说身边的人比拼 这个村庄的或是邻居 可是现在开始你们有了网际网路以后 你会开始看到远在摩洛哥那边的富豪 或者是加勒比海那边的什么什么 各式各样的 一个你想像平常生活当中完全不会遇到的人 然后你开始有了这样的比较心之后 你就会开始在这个当中渐渐失去了自己 然后开始觉得很忧郁觉得自己很能力很差 然后做不到 不值得拥有 或甚至你开始去嫉妒别人 而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就使得你自己 会感觉内在的空间是越来越贫瘠的 自我价值感低落的话 财富怎么进得来 你怎么会有钱 你根本没有容量可以装 因为有一句话是说钱够用就好 可是就会有人说钱怎么可能会够用 那你认同什么 这就反映了你怎么定义你自己 人类会过于贪婪吗 我不会觉得贪婪而是过度没有安全感 之所以贪是因为害怕 怕有一天会不会这些东西都不足以支撑我 或是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成为梦幻泡影 那人类持续疯狂的追求财富或知识 到最后会怎么样 如果持续的追求下去 而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抓取 跟我内在的那个匮乏 其实是完全无关的 如果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确实就会走向一个 逐渐开始衰败跟败坏的 毁灭的状况 因为这是没有终点的 而在一个持续没有安全感 持续匮乏感不断的增生的一个状况之下 人类的生活是无法来到一个合一跟合作的状态 而当大家都开始越来越分裂 去追求跟所谓的贪婪 要让自己很自私 所有东西我才不要分给其他人的话 那么越来越分裂的状况之下 这个星球的资源确实就会走向一个越来越 越来越枯败的状况 所以我们归咎回来 大家在这样的追求下面 其实更多是来自于对自身匮乏的恐惧 所以重点不是在外面 重点是在于我为什么内在要有这样的匮乏 为什么我不信任 为什么我觉得我不值得 这个才是大家需要去看见跟解决的问题 以及整个环境 我觉得是整个环境造成我这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问题推到一个我无法改变的那个所谓的外在环境 那如果是外在环境我无法改变的话 那我不就这辈子都要这样了吗 有需要这样吗 那要如何解决这样的匮乏感呢 心里很匮乏的人其实是忘记要去肯定自己的人 因为其实每一天你们在做的很多的事情 对自己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 或者是你都有一个小阶段的成长 可是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去注意到这一块的 当你们把眼光都放在其他的人 他们过得多好 他们多赚多少钱 他们多幸福的时候 你就会忘记回头来去享受 很多其实你内在原本就很想要追求的瓶颈 原本你想要追求的那一种成长 原本你就已经在享受的每一天的那一种财富 我说那种财富并不是钱 而是你能够在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做啊 像今天你想要吃饭的时候 你就有饭可以吃 你今天想要去煮一顿饭的时候 你身体是健康的 你可以走路到超市去 然后超市是有开的 因为这个国家没有战争 于是物价没有飙涨到你没有办法买菜 于是你可以买菜 你可以回家 你有钱付水费 电费瓦斯费 所以你可以煮菜 煮完菜以后因为你有健康的身体 所以你可以吃 其实这一切都是得来不易的每一个小事 每一个面向 你以为是很小的事情吗 其实每一个都不容易 可是你因为每一个面向你都拥有 每一个面向你都可以去行使这样的能力 所以你才能够自己为自己煮一顿饭 而这整个连串的故事 连串的行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如果你每一天都意识到 原来我已经在一个这么拥有资源的状况之下 不管是身体的健康的外在的 以及整个国家社会的和平的这个状态之下 可以去行使我的日常生活 是一件多么珍贵 跟备受祝福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再会去跟外面的人比拼 竞争嫉妒然后贪婪的去追求 那一些其实你日常生活中 本来也就没有需要的东西 不过关于财富 我还是有一个东西想要说 财富跟你内在的容量有关系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你觉得你内在是一个黑洞 永远都填不满的话 你想要借由财富来填你的洞 对不起它是填不满的 除非你先把你自己内在的东西 内在的那个丰盛先建构起来 你要知道你本身就是丰盛的 只是你一直没有去看到它 而且你一直没有去肯定你自己 所以你才会觉得自己是弱小的 自己是匮乏需要被别人给填补的 而当你都看见自己是拥有这样的能量 拥有这样的力气去行使每一天的日常 去做每一件你想要做 每一件你所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开始去感谢 你会开始去看中你自己 你会开始去肯定你自己 而这样子的能力出现的时候 你放下的那一些外在的追逐 跟对自己的严格的时候 财富它就可以自然而然的 在你的生活当中 以你所需要的方式出现 祝福大家